首先要溫習一下六年級的考試 試溫習不同的課題 首先看看這題目 許先生要注入汽油72L 以信用卡付款 每升汽油可以減價1.2元 這次的油費就是964.8元 究竟汽油每升的原價是多少 留意了 他要問我們 汽油每升的原價是多少 留意些單位 這次我又圈下了些單位給你們 更容易看 這次我會建議你們可以 我們現在溫習一下我用微枝數 我這次想和你們溫習一下 如何用方程式來列式做這一題 我假設每升的原價是y 那麼多元 本身的原價是y那麼多元 為什麼我會用y不用x呢 因為x呢我覺得整天好像成好 所以我多數是用y的 那我就用y然後怎樣呢 因為它可以減價 它減了1.2元 所以我們就把y減了1.2元 因為我們每升的汽油可以減價1.2元 所以我就說 這個y減1.2 其實就是它減完價之後 每升汽油的價錢 然後我整個 把這個整個 把它乘多少 因為它是注入了72L 所以我們要整個 記住要加括號 再乘以72 就會等於這個 964.8元 就是它這次要付的郵費 所以我們就把這裡 左邊和右邊同時 除以72 其實就好像把這裡抵消了這樣 所以y減1.2 等於什麼 964.8除以72 所以等於13.4 如果我減了1.2 才是等於13.4 所以我本身的原價就是 13.4 加1.2 所以答案就是 14.6元 14.6元 好 繼續下一題 俊熙它有硬幣是300枚 其中有30%是10元硬幣 50%就是2元硬幣 其餘 留意這個字 其餘 當我們計百分數的時候 它說其餘的話 其實就是剩下的那些 百分數是多少 100% 減了剛才的30% 再減50% 所以是等於20% 即是說 這個二元硬幣有20% 好了 我們首先想想一下 38個硬幣有20% 就是一樣 那我計下有幾個先 我計下有幾個 八分數 我們這樣做 然後可以這樣選 所以答案 這裡是有60個 二元硬幣 但是他問的是 我們的總值是多少 由於他們是二元 所以總值值多少錢 有60個二元 即是總值 120 因為60乘二元 非常簡單 非常簡單 記住 百分數 我們想清楚 這裡每次說 其餘的意思 就是我們把 100% 100% 即是全部 全部 減了30% 再減50% 即是他剩下20% 這裡20% 就是二元硬幣 所以 我有30個入面的20% 即是60個 但是60個 我們要計算總值 因為我們每一個是二元 所以我們要 將這個 2乘60 等於120 非常簡單 再繼續 下一題 這次他問我們 哈列哪一個分數 是在12.5% 至0.2之間 12.5% 至0.2之間 首先我們這樣想 現在這個是百分數 這個是小數 但是下面全部分數 那 我們不如這樣 我們 將這個percentage 轉成分數 將這個小數 變成分數 是不是 我們最簡單的 這樣想 這個 變回分數 一百分之十二點 其實 就即是 一千分之一百二十 然後 約選 5 2 10 5 2 10 5 25 5 5 25 5 4 20 5 1 5 5 8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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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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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分之1至5分之1之间 首先我们看看那堆数字 其实今次很简单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7分之1 正正就是和它们是同样分子 而不同份母 是不是? 记不记得以前我们学过 如果我们几个份数 它们是同样分子 然后它们的份母是不同的 其实我们就会知道呢 分母越小 就是整个份数越大 分母越大 就是整个份数越小 就是刚刚好这个7分之1 正正就会在 它们这两个的中间 是不是? 非常非常简单 继续下一题 今次妈妈买了 一包重一个km的尖米粉 如果做每个蘿蔔糕 只需要用尖米粉0.24公斤 它最多 这个是最多 最多可以做到蘿蔔糕多少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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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说它总数量有1公斤 但是它要分成多少个0.24 它可以分到多少个0.24 我们就将它1除以0.24 好 这里就是 小数除法 记住了 如果我们要计算这一题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移动2个小数点位 那就变成100除以24 概念就是这样 好像是100除以24 那会变成什么呢? 100除以24 24 那我们就想 24乘以多少 是刚刚小过100 如果24乘4 那就刚刚是96 所以这里是剩下4 这里是剩下4 好 留意了 我们知道它是可以做到4个蘿蔔糕 但是 那个余数呢 要小心 余数是多少 我们想清楚余数是多少 刚刚我走了2个小数点位 所以今次我的余数 那里我们要小心 要走回头 2个小数点位 所以 这个 我们就会说是 它做到4个蘿蔔糕 但是 这个余数 留意这个余数 它4 向前走回2个小数点位 所以是0.04 0.04 4 然后余0.04 可能你们学校做的步骤 可能会有少少跟我不同 所以记住 你们如果学校做的步骤 跟我不同 你们跟回学校那个 因为学校呢 考试就是 你们要跟回它的步骤 来计分 但是答案呢 就一定是这个 它就可以做到4个蘿蔔糕 但是 只剩下 鱼下的尖米粉 就是0.04 公斤 0.04公斤 然后妈妈想用鱼下的尖米粉 多做1个蘿蔔糕 它最少要多买尖米粉 多少 要买多少公斤 我们本身 这里我们剩下0.04 0.04 我们本身整个是要0.24 所以 0.24-0.04 就等于0.2 所以是0.2公斤就可以了 再继续 下一题 我们又温集一下其他课题 今次它说 厨师包饺子是用50只的 要用虾肉1公斤 和猪肉3.5公斤 厨师平均包每只饺子 要用的虾肉是多少公斤 和多少猪肉呢 其实它的意思就是 这里就有1公斤 那它就要包50只 那其实就是1除以50 另外这里就有3.5公斤 那它是要包50只 所以就是3.5除以50 那我们可以用刚才的做法 就是我们移动的小数点位 但是这里是没有小数点的 所以我们就好像是加点0 就是我们可以这样想 将这个是1除以50 那其实我们就是加点0 怎样可以硬硬加点0 因为加点点 然后加0 那就可以变成这样 是不是啊 硬硬加上去 那就是这个 50乘多少是对于100 那就是2 那就是100 但是记住 刚才我们加了一个小数点位 这里 所以这里要补一个0 所以为什么对位是这么重要 我们要这样对位 所以它虾肉平均就是用了这个 0.02的公斤 0.02公斤 然后到这个猪肉了 猪肉我们就把这个3.5 这样放在这里 咦 但是又好像不够 那我们又是黏0在后面 好 那今次上面那个小数点位 怎么做好啊 其实就是跟回这里 这个 所以这里是50乘 7等于350 对吧 所以这里我们要补一些0 就会变成0.07了 就会变成0.07了 所以这里就是0.07公斤了 所以这里就是0.07公斤了 厨师半小时呢 它可以包到饺子35只 它是由下午1时开始包 直至3时半 那留意吧 它包了多久啊 它包了2.5小时 2个小时再半个小时 那它总共包了多少只 半个小时 其实你想想 它半个小时就可以包到35只 那2.5小时 其实真的有多少个半小时 那就是有5个半小时 那所以呢 其实我们如果就这样计的话 很简单的 就是将这个35乘5就可以了 但是 留意 有时候老师要我们写一些算式出来 是吧 它想我们呢 这个算式呢 是明显点 让别人看到 究竟我们怎么做的 是吧 那我们就可以这样了 我们就可以想成 其实 35 如果 把它随意0.5 为什么要随意0.5 因为它 半个小时就包到35只 那究竟 一个小时 包到多少只 一个小时 其实正正就是 我们将35除以0.5 其实 这个呢 就是它一个小时 包到多少只 一个小时 包到这里 这个数 然后它有多少个小时 2.5小时 所以 我们的步骤就好像是 70乘以2.5 那所以答案是多少呢 就是 175 就是这么简单 就是总共它们是包了175只 再继续 下一题 一瓶橄榄油 一瓶橄榄油 连玻璃瓶 就重1kg 妈妈用去了 四分之一瓶 之后 余下的橄榄油 连玻璃瓶 就重0.83kg 那屏内的橄榄油 原本是重多少 留意了 它是问我们 里面 屏内的橄榄油 只是橄榄油 是多重 只是橄榄油 多重 那我们看看 整个过程里面 我们是有一瓶完整的 一瓶完整的 那如果我们余下的橄榄油 连玻璃瓶 就是这个0.83kg 那我们想一想 即是这里 1-0.83 是代表什么 是代表 它这里少了多少 是不是 它少了多少重量 它少了多少重量 其实它少了那个重量 就是正正是它用去了 四分之一 所以我把它除回 这个四分之一 就会等于原本有的油 的全部 全部的重量 所以我们这样减了之后 再除回四分之一 那我们又试一试 首先我们将这个1-0.83 那就等于0.17 但是我们要除以四分之一 其实就是乘四 因为我们这个是分数成法 所以我们就是把0.17乘四 那就正正等于0.68 记住 现在我是示范一下 如何思考 讲解 记住 如果你们那些题目 题解 试试 直式 橫式 答句 这些 格式 记住跟回学校 老师要求你们是怎样的格式 千万千万一定要记住 平时做功课的时候 哪些情况是会有分 哪些情况会扣分 你们一定要知道 知道 因为每间学校会有少少不同 可能有少少不同 好了 这里我们计算了很多题 记住 多点再在家中自己温习一下 今天我们这个温习的片段 就是这么多 拜拜 拜拜